大家好,我是東京走橋 我是鮑伯 我是維恩 我們今天來介紹路面電車四田谷線 一日遊給大家囉 我們第一站來到了下高景戶 首先帶大家這邊商店街走走晃晃吧 好,來跟大家講一個蠻有趣的小嘗試 就是目前東京都僅存的路面電車只剩下兩條線 一條是我們今天搭乘的東極四田谷線 另外一條是都營的荒川線 那這條線其實真的非常短 它總共只有10站 然後只有5公里長 像我今天早上去已經走了9公里 所以5公里真的超短的 對,而且我們剛剛有算了一下 就是像從上野走到秋葉原是2公里 那就其實來回走完這條線大概就差不多了 我身後這個第二位是阿可惜今天沒有開 它在塔北路過分數有3.62 雖然這邊評價非常高的小吃店吧 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那沒關係,鯛魚燒的旁邊有一家百名店的甜點店 我們來試試看吧 2023的SWEETES百名店 哇,買到了這個蛋糕做得超漂亮,超期待的 日本旅遊必備優惠券包含BIG CAMERA、藥妝店、百貨公司 都幫各位放在影片資訊欄,快去看看 如果是下午來到這一站的話 也可以體驗月見湯,然後體驗一下日本的前湯文化喔 這裡面種類還滿 所以不是只有一個前湯可以泰圍 而且它這裡是溫泉 所以不只是一般的熱水喔 雖然看不太清楚 不過呢 它還是有露出部分比較舊的建築的屋簷 那下方看起來是它後面擴建的比較新一點點的建築 對啊 好,我們現在在車站附近的一個叫做夏高景庫 歐洲拉公園 我們就在這邊吃蛋糕吧 好啦,我們要很客難的在公園吹大風吃蛋糕 但你看這個蛋糕它的形真的超漂亮的 然後感覺滿實在的 吃吃看吧 它裡面是那個 感覺有點像布朗尼 然後在外面再加一層就是巧克力醬 這邊上面又有鮮奶油 我覺得啊,就如果很愛吃巧克力又愛吃甜的 這個一定會喜歡 哇,好吃好吃 我本身就愛吃甜的 巧克力這種 加鮮奶油我也超愛的 我們來吃草莓蛋糕 它的草莓是有點酸酸甜甜的 然後鮮奶油、蛋糕也都還滿好吃的 還不錯耶 好,那我們剛剛已經買好這個一日全了 大家要記得要到售票窗口才有賣 這一張是380元 超可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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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要現在去吃它的總本店 大概走個10分鐘左右吧 這裡就是美登麗壽司 美秋 總本店 我們剛剛走過來大概不到10分鐘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是中午 就還滿多人在排隊 好啦,我們抽到號碼牌了 接下來要等兩組來吃壽司 而且你旁邊那個等待座位超長 真的 感覺應該 那個熱鬧的時候應該超多人 對,等個三、四十左右才是非常有可能的 肉太烘了吧 我這個是超級豪華 有海膽嗎 然後這個是 然後這個是 鮪魚的 應該是 鮪頭肉跟鮪頭肉 兩種都有 還有鮑魚 然後還有這個 白芝 然後還有這個 看起來超好吃的 蝦子 鮪魚 真的是 太漂亮了 好,那我點的是沒有那麼貴 但是也是特上 看起來也是很好吃 好,我們現在回到山下站這邊了 那我們接下來要走豪德寺的商店街 大家知道豪德寺最有名的就是什麼 就是招福貓 然後這邊竟然有賣招福貓 人心騷耶 哇,怎麼樣 沿路這樣子散步到豪德寺還可以看路面電車 大家不用每一站上上下下 其實有時候就是 因為這站距其實蠻短的 所以我覺得 有些車站上也是這樣下 然後其他的時間用走的還不錯 我們走到豪德寺喔 進去看看吧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這邊最有特色的招福貓吧 好,那這邊招牌的招福貓其實就是你可以到寺廟那邊去算是買一隻 然後買完之後騎完福之後就可以拿過來這邊放就可以許願啦 然後其實大家平常看到的那個叫彩貓 應該招的是反邊的就是另外這隻手椅 然後這邊舉它自己右手的其實是招福貓 這個有密集恐懼症的可能 不妙喔 對,或是怕貓人 哇,這邊有放一個超小隻超可愛的 比五塊錢還小的招福貓 這邊是有一些招福貓的那個 不會嘛 但是看起來有點寂寞 我猜應該大家把錢都花在 就是買那個 買貓上面 買貓上面比較少人想說 寫會嗎 好,這個長長的人籠呢 到這一個地方都是要買招福貓的 所以我這裡本店參拜的人潮 比買那個招福貓的人還少一點 對啊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鬆音神社站啦 那這一站呢 除了鬆音神社以外 還有鬆音神社的通 鬆音神社的通上面有很多咖啡店 我們來找一下喝喝看吧 我覺得我們今天目前這三站 因為我們最後會去三宣柴 對 然後他們的算商店街啊 或周遭 其實都沒有當那麼熱鬧 對 然後我覺得比較生活感吧 就是如果你是期待那種超熱鬧的話 那可能四田谷先不適合 可是如果你想要這種 比較生活感的小站的話 我覺得四田谷的這個 一日游真的是蠻不錯的 那這一區呢 我自己還蠻推薦這家咖啡店 它古色古香 所以大家有機會的話可以來喝 那由於今天他們沒有開 因為我們現在是在新年的假期當中 所以呢 有點可惜啊 好,我們鬆音神社通 其實走大概五分鐘呢 就來到鬆音神社 那吉田鬆音呢 他是一個明治維新當中 非常重要的人 然後同時他也是一個 非常偉大的思想家 那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 鬆夏村淑呢 就是重現了啊 他當年在講學的時候的 那個類似私屬的地方的模樣 那所以呢 鬆音神社這邊呢 同時也是祈求一些 像學問啊 學生啊 反正跟學士有關的 祈願的地方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成如我剛剛說的 這邊的會碼呢 都是寫滿了 學生期望考試合格的願望 你點的是什麼 Maple Latte 好,我點的是一般的美式 好喝耶 蠻帥哥做的就是不言 對啊,我們剛剛看那個老闆 長得超帥 超帥 今天這樣會弄得很久 我們喝完咖啡 對,我想介紹一下剛剛那家的咖啡店 我忘記名字 但是是我看過咖啡店老闆最帥的一家店 帥 真的 我覺得去拜訪玩鬆音神社的時候 如果想看帥哥的話 一定要到那家咖啡店 對,而且最近剛好也在留中長髮 然後老闆就是那種中長髮型的帥哥 所以什麼意思 沒什麼意思 好,請問我們下一站要去哪裡 就到三軒茶屋了 那我們到終點站三軒茶屋站了 那我們這張票也用完咖 那我們現在上Sky Carrot 上看夜景咖 這一棟就緊連著三軒茶屋車站出來就是啦 哇,這個展望台是免費的 所以我們就直接到二十六樓 來看看這邊的景色吧 可以看到富士山剪影 我能來 這一棟就是剛跟車站緊鄰的Carrot 然後它裡面其實也有一點像小的百貨公司 然後頂樓是觀景台 我們前幾天啊 剛好隨機冒險經過三軒茶屋 然後到我這邊之後才驚覺 這裡竟然是一個超乎我想像的 生活機能非常好的一個住宅群 對,這邊有古卓店 然後還有很多產廳 然後分數也都很高 然後還有我們昨天經過一個很屌的Blue Bottle咖啡店 然後還有很多超市啊 所以可以住然後也可以玩那個區域 對,而且我們還不小心發現一家那個Mai Mon 就是來自金澤的壽司店 超好吃的一家 我們查了幾家這邊比較有名的古卓店 那Bank是其中之一有名的 好,Kindle也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古卓店 那聽過我朋友說呢 這邊有超多就是世界知名品牌 然後都擠了這個 不要看它logo醜醜,其實很棒喔 我覺得這邊晚上來逛的時候 還蠻有夏北澤的感覺 對啊 而且人比較不會那麼擠 另外聽說像這家NOR 是煎甜醬灰的愛店 好,千萬不能錯過位於二樓的古卓店 3 對 這個醬的轉圈 這個墊色的蠻有質感的 然後這邊有鹽 然後還有七味粉 好,我想 這個口的醬油不太好 來一下 所以我點了兩種類炸豬排 上面是肉絲 然後下面是一些赤身 兩種部位 然後我點了三種不同部位 一圈就滿快的 一圈就滿快的 炸豬排 火球 不要碰到米 一圈就滿快的 是 飯 他的飯 是我近期吃到所有主板飯裡面 最好吃的 顆粒非常飽滿 非常水嫩 然後飯粒本身非常的甜 因為他飯啊是在那邊 用另外一個獨立的土鍋下去煮的超好吃 他的這個肉絲啊 肉絲我覺得非常的水嫩 然後不會太油 我覺得他跟一般大豬排 目前我吃到比較不一樣 是他的好像皮的味道 皮比較薄 而且皮的味道好像沒有那麼的重 然後像肉的味道更明顯 但我覺得沒有那種腥臭味 或是油膩感還蠻有趣的 那文恩已經把這邊這家好吃的秘訣都講完了 那我就講一下 我覺得他的店內裝我其實蠻特別 有點像是拉麵店一樣 你先進去之後 先就是買那個食卷之後 就坐在那個counter的位置 然後他會有點像是上一道一道料理 然後上在桌上 所以會有一種courced的感覺 我覺得整體感覺還蠻新潮的 那這家店是2021年開的 我也期待以後進到那個炸豬排板米店裡面去喔 好我們在結束今天的行程之前呢 我們再來看一下夜景版本的Sky Carrot 那這次的行程機非常簡單 大家可以參考看看喔 我是寶寶 我是寶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